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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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意识形态 这三方面对列国时代做一个了解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列国时代的政治 列国时代政治 这个特点就是战争频繁 战争频繁 大家很好理解 一提到列国这个概念 我们在以前的历史上 学过好多这种 有好多城邦 出现的话 并存的话 肯定呢 就会有这种战争 为了争夺领土 争夺霸权 从我们以前讲的西亚地区的 特点上就非常明显 苏默文明 这个列国 印度的列国时代也是 战争很频繁 各个国家呢 为了争夺领土和霸权 发生战争 最初的时候呢 是恒河中游的一个国家 叫加斯国 非常强盛 后来呢 他们呢 与这个 巨萨萨罗征服了加斯 成为了强国 同时呢 同时呢 摩基托国呢 在这儿的时候也开始强大起来 摩基托国 他的兴起 兴起之后呢 是统一 印度 那我们看一下啊 摩基托国 统一印度 摩基托国呢 是位于恒河中游 他的这个 统治者呢 贫皮沙罗 他的当政时期呢 逐渐呢 走向了这种 向外扩张的道路 扩张 大家对扩张 也不陌生 我们以前学我的 扩张 一般的怎么扩张法 采取什么策略啊 远交进攻 大家都非常清楚啊 远交进攻 这种策略 进行征服 这样呢 经过十余年的征战 摩基托国呢 就成为 印度斯大陆 势力最强大的国家 摩基托国 这是我们已经介绍了 列国时代的政治 知道呢 是战争频繁 争霸 摩基托国呢 他呢 发展成为 印度斯大陆 最强大的国家 第二方面呢 我们看一下 列国时代的经济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列国时代的经济呢 在这个时期呢 生产力呢 有了很大的发展 我们上一节课呢 讲到这个费托时代 费托时代呢 晚期呢 已经开始使用铁器 所以到列国时代呢 铁器呢 使用呢 更加普遍 再一来呢 农业的生产水平呢 显著提高 随便农业的发展呢 现用的一些其他的行业呢 也都发展起来 手工业啊 手工业啊 据说呢 当时有十八种手工匠人 十八种 部门呢 有液晶 纺织 建筑 造车 武器制造 象牙雕刻 农具制作 制陶 珠宝制造 等 有十八种 这些工匠 十八种工匠 手工业很发达 商业方面呢 贸易呢 很频繁 有国内的啊 还有国外的啊 这贸易都涉及到 还出现了这个银币 银币的出现 同时呢 城市 普遍兴起 城市 当时的主要城市呢 有八大城市 八大城市 兴起 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 列国时代的经济 主要呢 我们从农业 手工业 商业 以及城市的兴起 和发展 这方面呢 来了解一下 列国时代的经济发展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呢 我们看一下 列国时代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 我们说呢 列国时代 政治经济 我们都已经有所了解了 这个时期呢 是一个巨大的变革时期 巨大的变革时期 在意识形态方面呢 主要扁现为这个 我们用中国的话 叫百家争鸣 所以列国时代的意识形态呢 非常活跃 实际上意识呢 非常丰富 一些学说和学派 都出现 最著名的呢 有 我们教程上说 有六师 六师二剑 还有呢 九十六种外道 这些呢 都是 意识形态的 空前这个 繁荣 空前丰富的 一些反应 因此呢 当时呢 就形成了这种 百家争鸣的局面 百家争鸣 这是列国时代的意识形态 最典型的特征 就是百家争鸣 各种学说 学派 出现 形成了百家争鸣 这种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 就产生了一个 世界上 非常 重要的一个 宗教 叫佛教 佛教呢 就是在这个 列国时代产生的 随着列国时代 它的政治经营发展 以及在意识形态的 这种百家争鸣活动 出现 产生了 佛教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 第二大问题 佛教的产生 佛教 大家对佛教 应该由都有所了解 知道它的创始人 是乔达默 西达多 乔达默是姓 西达多是名 大家不要搞错了 另外呢 还有一些 其他的称为 斯亚穆尼 大家经常听说 斯亚穆尼 斯亚穆尼是什么意思 斯亚族的圣人 还有佛陀 佛陀 这个概念 本意呢 是觉悟的人 觉悟者 佛陀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创始人 乔达默 西达多 大家对哈利 这个身世 有所了解吧 他是 什么地方的人 尼泊尔 尼泊尔 现在尼泊尔 当时呢 是叫加皮罗魏国 加皮罗魏国 他父亲呢 是加皮罗魏国的国王吧 是进汉王 是吧 父亲是进汉王 也就是说 乔达默 西达多是一个王子 对吧 那么从他那个总姓 我们说印度的这个总姓 光尔兰制度 从总姓上来说 这个乔达默 西达多是属于第二总姓的 叉弟弟 他属于第二种姓的 他是一个王子 据说呢 当然 他的生活呢 非常的 生活啊 非常的这个 熟悉 王子嘛 十九岁呢 结婚 十九岁 娶了一个美貌的 漂亮的姑娘 然后过了这个贵族生活 但是呢 这种生活呢 并没有给他带来 太多的幸福 吃的要好 穿的要好 但是呢 精神上 很空虚 心灵上 很空虚 心灵上很空虚 结婚之后呢 好多年啊 他没有孩子 没有孩子 后来呢 当时这个贵族啊 一般都是打猎啊 这种出去啊 驾着车啊 驾着马车啊 出去打打猎 打打猎 这种生活 所以有一次呢 他出去啊 驾车啊 出游吧 对他呢 他看到四种现象 对他呢 触动很大 我们看一下 哪种四种现象 他往驾着车啊 往前走 碰到一位老人 这个老人呢 是弯腰拖背 弯腰拖背 这是什么 衰老 第一个事 衰老 然后呢 又接着走 又碰到一个病人 然后呢 这个人呢 是患了一种 绝症嘛 治不好了 痛苦 非常非常痛苦 这是什么 疾病 还往前走 然后呢 看到的哈 更大的哈 冲目尽心 接下来看到的是什么呢 失去尸体 这个尸体呢 已经是哈 腐烂了 所以被那个鸟兽 给招的呀 也不成样子呢 样子呢 非常恐惧 这是什么 这是死亡 然后呢 还要往前走 他的心情又来越不舒畅 往前走 在往前走呢 看到一个哈 一个僧人 当时哈 在印度哈 有好多这种僧人 他们这种僧人呢 生活哈 非常 呃 有自己的这个严格的 这种 呃 规则吧 他们说 他们呢 生活很简单 用更多的时间呢 来进行 思考 进行探讨宗教 啊 僧人 这种是什么呢 要超越 是吧 超脱 所以这几种现象哈 啊 让他触目惊心 虽然老 啊 很痛苦 啊 老了哈 不成样子 望腰脱背 然后呢 疾病 生病呢 神患绝症 更痛苦 啊 疾病很痛苦 啊 身影 啊 然后呢 死亡啊 看一个尸体啊 腐烂 更是很恐惧 啊 死亡 最后一个呢 看到一个僧人啊 在进行哈 名思苦想 在寻求哈 啊 精神上呢 这种超脱 啊 这切拉姆希腊多哈 哈 对这 事件事 四个 我们说四个 四个什么 事件吧 啊 印象哈 非常深刻 他呢 他觉得哈 生老病死 这是自然规律 那么 怎样才能寻求哈 啊 这种精神的超脱呢 哈 他想呢 也要像 印度那些僧人一样 哈 来追求精神上的哈 这样 这样呢 他呢 就想哈 呃 呃 像这个僧人那样做 啊 准备出家 这时候呢 据说哈 他正想出家的时候呢 他的妻子啊 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生了儿子啊 当然这是喜事了啊 所以 整个家族呢 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 啊 来庆祝啊 这个新生命的诞生 就在啊 这个庆祝活动啊 结束了当天晚上 乔大姆希腊多呢 啊 他决定 要出家 要出走 所以呢 当时呢 哈 据说是在一个 一盏 红样的小营 小营这个油灯 啊 这个光亮之下呢 他呢 看到这个妻子 哈 已经睡着了 然后呢 儿子呢 在身边 啊 然后呢 偷偷地抱起这个 小孩呢 抱起来的儿子 做最后的这种 啊 吻别 然后呢 并没有惊动他妻子 哈 他呢 又偷偷地啊 啊 骑上马啊 啊 在月光中啊 飞奔而去 啊 啊 那天晚上呢 走了很 黑远很远的路 据说 第二天早晴呢 他呢 在一条这个小河边 啊 停下来 然后呢 拔剑 把头发给 剪掉了 然后呢 卸去了一些身上的那种豪华的装饰 啊 这样呢 啊 就象征了 他 摆脱了一些这个世俗的 啊 舒服 然后呢 就可以自由自在地来寻求智慧 好 再接着呢 大家都知道的故事了 强大摩西特多呢 来到了一棵大树下 啊 在这呢 坐了一天一夜 啊 大家还有其他版本啊 最终呢 在这个树下呢 就有悟到了 啊 这个树呢 也就是 菩提树 啊 大家都知道 菩提树 悟到了啊 也就是说 他 知道 啊 怎样来 寻求精神的解脱 啊 这样呢 啊 通过悟道啊 他呢 创立了这个佛教 啊 这我们说 大家看啊 回顾一下这个强大摩西特多 他也是现实中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人 对吧 他是一个王子 十九岁结婚 二十五岁的时候 二十九岁的时候啊 二十九岁的时候 出家 他 据说呢 三十五岁啊 五道 三十五岁五道 给他出家的时候呢 是 他 妻子 给他生下一个儿子之后 也说 完成了啊 婚姻的这个 婚姻的这个任务 就知道啊 这个 印度啊 印度人对婚姻啊 十分重视 男子啊 不但要结婚 而且呢 还必须要生育 还有说呢 说如果一个男子呢 没有生儿子的话 这样的男人呢 是有罪的 所以印度啊 对婚姻其实非常重视 男人啊 到一年年年 必须啊 结婚 结婚之后呢 还必须要生个儿子 没有儿子 男人是有罪的 也就是说一个男人啊 印度一个男人啊 无论他的出生 刚才我们说啊 叫他们谢大多 他王子 不管他的出生 多么高贵 多么显赫 他要如果修行 出家 出家之前呢 必须完成婚姻的 我们说的一个义务 必须完成婚姻义务 才能出家 所以这也是啊 印度的一个特点 这样呢 三十五岁的时候呢 乔达姆谢大多 就悟到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 他创立的这个佛教 他的内容 我们教材上第150页 对佛教的这个 机敏教义呢 有详细的介绍 还是呢 我请一位同学 赌一赌 因为我呢 境界也没这么高 对佛教这些 教义呢 我体会呢 也不是非常深 那么我请一位同学 赌一下 然后呢 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 共同来学习一下 好吗 哪位同学 后面那位同学 好 谢谢 第一百五十页 从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 是四地说 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 是四地说 四地集四种真理 这四地集苦地 集地 灭地和道地 苦地主要讲现实存在的种种痛苦 佛教认为人生一切皆苦 主要有八苦 生苦 劳苦 病苦 死苦 愿赠慧苦 爱别离苦 求德 求不得苦 五胜因苦 集地 是说明人生多苦的原因 佛教认为 人生之所以产生上述八苦 其根源在于 欲爱 人们总是 人们总是有追求 赢得的欲望 有希望 长生的欲望 也有掌握权力的欲望 可是世界上的一切 都是变化无常的 连我都是 多种因素的暂时结合 并非真实的存在 因此人的欲望总会落空 而人的欲望一旦落空 就会产生痛苦 佛教还吸取了 布勒门教的轮回 说认为人有欲望 就会有言行 有因果循环 就会有生死轮回之苦 灭地就是指消灭痛苦 消灭苦因 消灭欲望的真理 佛教称这种境界为 涅槃 所谓涅槃一级灭 灭度或缘迹 这是佛教所幻想出来的 不生不灭 永远超脱轮回的一种寂静的境地 是佛教全部修行所要达到的最高理想 实际上它只是死的化明 道地是指为实现佛教理论所应追寻的手段和方法 要达到消灭痛苦的方法 就要学习教义 遵守戒律和八正道 所谓戒律主要是指信徒在道德实践中所要做到的五戒和实善 五戒是不杀生 不偷盗 不淫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实善是以五戒为基础扩充而来的 五戒和实善实际上就是世俗道德的神圣化 八正道 亦为八种通向念盘的正确方法或途径 它以四地为标准 八正道包括 正见 信仰 正思维 决心 正语 语言 正 正业 行为 正 正命 生活 正经济 努力 正念 思念 正 正定 精神集中 其中最根本的一道是正见 即坚定不移的信奉佛教的教义 其余七道则是在正见的基础上言论行动的不懈修行 佛教认为 爱此修行 按此修行 便可不断去恶极善 修成阿罗汉或成佛 到达智慧和解脱的彼岸 好 谢谢 好 刚才呢 这个同学读的啊 就是佛教的一些基敏教义 简单说呢 我们可以总结成啊 这么几条四弟 四弟说 所谓四弟呢 就是苦 疾 灭 道 这四弟 四弟 然后呢 五戒 五戒 五戒说 五戒是什么 不允许做五件事情 第一呢 不杀生 第二呢 不偷盗 第三呢 不嫌疑 第四呢 不妄语 不妄语就是 乱说话 是吧 第五呢 不饮酒 这是五戒 这是五戒 四弟 五戒 还有呢 提倡啊 做的事情 我们把它称为 十善 这十善呢 有这么多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隐 不妄语 不两舌 不两舌 搬弄是非 这是两舌 然后呢 不恶口 不启语 不贪欲 不胆愈 不胜 不胜 闷是吧 念什么 不胜闷 还有呢 不邪见 这十善 四弟 五戒 十善 还有呢 八正道 我们看一下 八正道 所谓八正道呢 就是 正什么呢 正见 正思维 正语 正业 正命 正精进 正念 正定 这是八正道 这是佛教的基本教义 大家呢 可以自己啊 课下进行理解 看一下这个佛教 它的基本教义 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 怎样啊 达到 你这种精神上的 超脱 按照这些行为 准则 去约束 个人呢 可能呢 就能达到 佛教所说的 这种境界 更多的呢 我们呢 有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 不再多说了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 教派 之争 我们说这个佛教 在这个传播过程中 对这个教义的理解 产生了分歧 对教义理解 大家知道这个教义 到底怎么理解 其实呢 这里面呢 有 有差别 不同的人 对教义的理解 有差别 这样呢 随着这个 对教义的理解的分歧呢 就形成了不同的教派 教派产生 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呢 佛教呢 就分裂成了 两派 大乘佛教 和小乘佛教 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 那我们看一下 他们的区别 大乘佛教呢 他认为呢 是存在神 神存在 哪个是神呢 没有 就是乔达摩西达都 是亚木尼 是神 因此呢 对他应该偶像崇拜 偶像崇拜 也说 大乘佛教认为神 是亚木尼 是神 是亚木尼 存在神 主张偶像崇拜 还认为呢 解脱 我们刚才说的 为了进行这种解脱 怎样能解脱呢 他们认为呢 不仅要靠自己的努力 要靠自己的 不断的修行 顿悟 同时呢 还要靠 外在的帮助 外在的帮助 这个外业帮助呢 就是菩萨 菩萨呢 就是处于这个 人和神之间的 也说处于人和斯亚木尼 之间的 这么一个东西 它是充当这么一个 媒介的作用 是佛 也说是斯亚木尼 佛和人之间的 这么一个媒介 菩萨可以帮助你 充当中介 这一个媒介 另外呢 大乘佛教呢 还提出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是大乘佛教 他的 这个 教义 在这这个大乘 小乘 这个 我们说 乘是什么 也念圣 是吧 就是车 是吧 我们坐的那个车 车也叫圣 是吧 大乘佛教 就是能够 就像那个车 大车吧 能够度更多的人 都可以成佛 对不对 这是 这是这个大乘 小乘呢 但是车很小 没有多少人能过去 小乘呢 有够度更 够度的人非常少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 小乘 大乘佛教 这是大乘佛教 刚才我们说的 他承认 神的存在 主张的偶像崇拜 还呢 还说呢 除了个人的那种 修行之外呢 个人的努力之外呢 还要靠外界的帮助 也说菩萨 充当人和佛之间的 这种媒介 这是大乘佛教 那么小乘佛教呢 他是坚持原始佛教的 这些基本教义 小乘嘛 最基本 他不承认神的存在 斯加牧尼是人 对吧 我们说他是一个人啊 是一个王子 十九岁结婚 二十九岁出家 三十五岁悟道 他是一个人 不承认神的存在 他不是神 因此呢 不主张偶像崇拜 不主张偶像崇拜 他们的主张呢 是通过自救 主张通过自救 自己修自己 自己修行 修道 通过修道 得到解脱 但是呢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佛 对吧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佛 这是小乘佛教 大家呢 对这个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呢 这个教派呢 做一些了解 就行了 上面呢就是我们介绍的 列国时代 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也是佛教 也是佛教产生 佛教呢 成为这个 全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三大宗教之一 佛教 大家知道 佛教呢 就是在列国时代产生的 随着这个列国时代 政治经历 意识形态的 从百家争鸣 产生的佛教 因为时间关系呢 佛教呢 我们就不做更多的介绍 下面呢 我们来补充一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我们把它称为 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 这个名词 可能大家没听说过 我慢慢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刚才我们介绍了 在列国时代 随着这个 经历的发展 然后呢 四天意识形态方面 空前的活跃 形成了这种 百家争鸣的活动 最典型的呢 一个现象呢 就是出现了 佛教的创立 佛教 这是在印度 当我们把目光 转向印度之外的 世界其他地区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 我们看一下中国 中国当时什么时期啊 大家你们刚上完 中国古代史 什么时期啊 星球战国时期 大家知道 中国这个 星球战国时期 也是一个 学术 思想 空前活跃的时期 也有朱子百家 是吧 所以这个 中国这边呢 也是哈 一个学术 思想 空前活跃 然后文化呢 取得非常成就的 这么一个时期 大家主要有 大家知道 朱子百家 主要有 孔子 老子 末子 等等 主要的呢 最主要的还是孔子 儒家学说 孔子 创立的 儒家学说 这是中国 百家争名 朱子百家 那我们把目光 再转向西方 希腊 当然我们还没介绍 同时期的希腊呢 也是一个文化 思想 空前 繁荣的一个时代 希腊呢 这边有好多哲学家 有好多著名的哲学家 比如说 苏格拉底 白拉图 苏格拉底 白拉图 一大批哲学家 也在这个时期产生了 所以呢 这个时期呢 我们发现 世界范围之内 中国 印度 西方 希腊 这个呢 都是思想 学术 空前活跃的 这么一个阶段 所以呢 我们给他提出 这么一个概念 叫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 这个概念呢 是 当然不是我们提出来的了 是德国的 哲学家 叫亚斯贝斯 他提出来的 他认为呢 人们呢 世界范围内的 人呢 在这个时期呢 人类开始有了 对自身的反省 精神潜力呢 开始充分地 展开 因此呢 为人类的历史 带来了一次 突破性的进展 这一时期呢 在这个人类历史上 起着一个 关键性的 转折作用 他形象的呢 把这个事情呢 称为轴心时代 轴心 像车轮的 轴心 这是亚斯贝斯 这个哲学家 德国的亚斯贝斯 大家听说我的人没有 没有啊 亚斯贝斯 或者翻译成 亚斯贝尔斯也行 但他的名字是 亚斯贝斯 他提出来的这个词呢 是 叫轴心 大家看一下 这他的原文 德语的 阿克战 阿克战呢 就是轴的意思 这个呢 是时间的意思 翻译英语也说 这个是呢 是Time 这是轴 英语也说Ex Time 或者翻译英语 都可以 阿克战 这是有德文 阿克战 亚斯贝斯 他呢 在一本书中 提出来的 我们看一下 是在历史的起源 与目标 这本书中 当然是原版的是德文的 大家看到这幅图片呢 是英文版 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大家写一下汉语 这本书呢 目前呢 也翻译成汉语了 叫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亚斯贝斯 华夏出版社 1989年 版本的 大家看到这幅图呢 就是亚斯贝斯 写的这部专著 叫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英语本 这个英语本呢 非常珍贵 大家看为什么珍贵 这是亚斯贝斯 亲自赠送 赠送给图书馆的 这本书 这是当年呢 我在瑞士 巴斯尔大学 访学的时候 然后呢 我发现了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呢 我看上边有 亚斯贝斯的名字 也是亚斯贝斯 亲自赠送的 所以呢 我就把它给拍起来了 大家看 这个瑞士巴斯尔 巴斯尔大学 咱们这个手指 是我的手指 这本书 非常有影响 亚斯贝斯呢 在这本书中 也说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在这本书中呢 他提出来这么几句话 大家看一下 说人类一直是靠 轴心时代 所产生的思考 和创作的一切而生存 每一次新的飞跃 都回顾这一时期 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 大家这句话 好好去理解一下 也说这个轴心时代 产生的这些思想呢 它呢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 大家知道 中国的 希腊的 印度这边的 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 连说他们都具有原创性 不是说我给你学 或者你给我学 不是学来的 都具有原创性 另外呢 他们这些思想呢 在各自的地区呢 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 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 这些文化传统呢 经过几千年的 几千年的发展 大家知道 我们说的中国传统文化 周术百家这些学说 希腊这些 哲学 这些文化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 成为人类的 主要的精神财富 所以亚特贝斯呢 他说这么一句话 和这些 产生这些原创思想呢 有这么强的生命力 对后面呢 有这么强的影响力 所以呢 他把这个时期呢 称为是 轴心时代 也说轴心时代呢 他所指的时间呢 主要是指 从国安前八百年 到国安前两百年 这么一个阶段 轴心时代 国安前八百年 到国安前两百年 这个时期 在世界各地 产生了这些 非常就原创性的 非常有影响力的 这些思想 经过后来 几千年的历史发展 成为人类精神的 主要的财富 这是亚特贝斯 提出来的轴心时代 和我们呢 课下呢 还可以 对这个轴心时代 它的具体的内涵 以及表现 大家呢 做更多的思考 和探讨 那么人类精神的觉醒 我们说这个时期 轴心时代 也意味着 人类精神的觉醒 人类精神的觉醒 在这个时期呢 表现得非常明显 我们说有哲学家 探讨哲学思想 希腊 那么印度 佛教 佛教呢 也是说我们这些 为什么会痛苦 痛苦的根源是什么 怎样才能消除痛苦 这个呢 都会意味着 人类精神的觉醒 那么人类精神的觉醒 对整个事业历史的发展 它就有什么影响呢 影响刚才我们已经简单说过 非常大 几千年来发展 成为人类精神的 这个主要精神财富 人类精神的觉醒 是通过什么方式 才能觉醒的呢 我们这个 北师啊 著名教授 刘家和先生 刘家和先生呢 对这个人类精神的觉醒呢 有过探讨 大家呢可以参考一下 刘先生在1989年 北京十八大学学报 有一篇论文 叫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 这篇文章呢 非常有影响力 请大家呢 课下呢可以 借一下 复印一下 读一读 学一学 刘先生说呢 人类精神的觉醒呢 大概啊 要经过 三种 层次 经历三个层次 我们看一下 我们简单看一下 第一个呢 是人 与自然 这种关系的探讨 人与自然 人与自然 这个层次 人对作为世界 自然界 这种关系的探讨 第二个境界呢 第二层次呢 是人与人之间的 第二个呢 是人与人之间的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 这种反省 通过呢 这两种 然后呢 才能进入第三个层次 也说是 进入 人的 人性的 反省 进入 这个境界 所以我们说说 这个 印度那边的佛教的产生 中国那边 朱子百家的出现 以及希腊 一批哲学家 他们的出现 都是人类精神觉醒的 显著的标志 这些文化 产生和出现 他们呢 逐渐发展 就形成了 印度 西方 中国 这三个 各自不同的 文化传统 直到现在呢 他们呢 对世界文化 产生很大的 推动作用 上面这些呢 就是我们介绍的 轴心时代 以及呢 人类精神觉醒 这个问题 课下呢 希望大家呢 借一些相关书 看一看 然后呢 思考思考 然后呢 争取了 对这个时代呢 有一个比较全面 深刻的认识 好 今天我们课就上这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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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